我的家是个牢房 我爸看着 我妈守着 我姐就是个监控 烦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爸烦 我妈更烦 打游戏就听了 不用说话 直接打就可以了 我是学过跆拳道的 我不打个有价值的假 看谁不顺眼 我可以帮你打 只要你出得起家 打谁你定 打哪里 我定我定 我喜欢黑夜 让风吹在身上的感觉 感觉很自由 所以我爱飙车 喜欢风 没人能舒服我 我不觉得我叛逆 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不刺激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是刘凯鞠 我会那么爽 但不会那么崇拜 哦 起乔啦 让我多远你很适 你好烦啊 这位赖在床上的少爷 就是本期城市主人公之一的刘凯俊 但千呼万唤起不来 只是他慵懒生活的冰山一角 好啦吃饭啦你再等 你到底干吗 是 即便一家人全心全意伺候着刘少爷 也得不到刘少爷丝毫感恩 神之病 你以为我很有空间的冰山一样 那你干嘛养着我 气息 只要出了门 刘少爷立马满血复活 父母的惯控 对于刘少爷来说 孤单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反而增加了他寻求更大刺激的欲望 我也没想到他把文献都做了 这八当时就给他了一个巴掌 碰那个毒品差不多了 因为在你身上一辈子掉不了了 心都低血了 我们身上一辈子充满怀疑 只是跳舞 没谁没想到他睡得这样 跟本 好 好 听完练 放开 为了替别人打架赚钱 刘凯俊把强身健体当作第一要后 漂亮 一二走 打架快转 一跳舞 走 走 走 没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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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刘凯俊接活打架的视频 被他的朋友拍了下来 把他抓下来 把他抓下来 下来 打个 偷快偷快 想怎么样了 没事 你要把他撕下来 那你先抓头发我 我不想听那么个废话 赶时间我告诉你 慢点 奥文身都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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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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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敞开啊 大家 收钱 好赢 可以以为了喧嚣 刺激着刘少爷叛逆的许好 在学校里面解决不了的事 就在这里解决 面对孩子的种种恶习 刘爸刘妈既担心又害怕 他们采取了最后一招 我们家里三家爸妈 他要到隔壁那里玩 那我们肯定是这一家人 有个人和他一起过去 然后那家人接过来了 然后把那个手上拿 那才敢回去 爸说话说 整天像个领导一样 我受不了 好玩啊 听到 听到了 他打到什么时候 他说很快很快很快 死刑又有的吗 死刑又生 生完又死又又有很久玩 有什么言呢 你自己说 我都不玩生 为什么 我们赢了赢 对爸爸的关教 视而不见 是他一贯的态度 我就知道爸爸睡觉 还会睡客厅 然后那些东西全部堵在门口 就只要他一动那个门 一定会平平平平平 这样子想的嘛 爸爸就会 在客厅停对他那一句动 无数个夜晚 有爸就只能在沙发上渡过 妈 你看你的头发 你的眼睛 就睡了 你给我来睡吧 即使这样严防死守 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妈妈还是拿他没有办法 已经被禁逐数天 管控开始松懈 刘少爷便开始寻找新的刺激 你车啊 那你车 你不整理这个 好 称要出门透气 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这个 这个 我放开 显然 这不过是刘少爷 抱着侥幸心灵的试水 他知道 父母不会轻易让自己出去 他需要等待 等待时机 刘少爷逃脱了 直奔黑夜 发现儿子不见了 刘爸爸心机如焚 他用手机的时候 偷偷的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这通话记录啊 想尽办法 从12点打到晚上 10点半还在打 有一些的两三点都有的 刘爸爸试图 从监控的电话号码中 找到线索 但计划落空了 没有办法 刘爸爸只能开着车 在弱大的城市中 漫步目的地寻找 我一个人 一个人在黑黑的那个山路 有个身影像他那样的 你都好像给你一种 希望的那种感觉 要看清楚不是的 那就要有一种 失落的那种感觉了 温身 打架 飙车 柔少爷沉溺在父母的痛苦中 却不能自知 他把平静的生活 当成寻求刺激的温床 自由成为叛逆的借口 愈发偏离 愈发疯狂 我叫郑昌成 今年14岁 我爸是个骗子 但我喜欢跟他做生意 可以亲戚朋友家吃饭 买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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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发货 叫什么 你不喜欢动手 那个懂得我 买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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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咖喱 我扔不死你 怎么收到那边要怎么忙 好 要多好 我給他講魚吶海的啊 怎麼在那邊要多嘛 要多好 我好 你們來 有久 你跟她對我逼 他們這個有病 有久 忙此的回忆 自然不會壓 我回去 拜拜囉 我想跟我兄弟们玩很大体害皮 我喜欢那么微信的感觉 我就是夜空中最亮的心